这部最近新出了俩植物 公主堂皇草和突击竹兵 本期视频呢 咱们就来测试一下突击竹兵吧 突击竹兵射手系植物 阳光笑号250 冷却CD5秒 当有僵尸出现在突击竹兵前面一行的时候 突击竹兵会发射一枚穿透子弹 会穿过僵尸 持续造成伤害 并且对僵尸造成减速 子弹过热后会爆炸 生命值变化300 450 600 750 900 一阶 发射穿透子弹攻击僵尸 子弹会在一秒半内 穿透僵尸身体 二阶攻击力提升 子弹流程时间增加一秒 三阶攻击力提升 子弹流程时间增加两秒 四阶攻击力提升 重置使用概率直接释放大招 五阶攻击力提升 能够发射更大的砖头 最后过热的爆炸 变成了波及耽搁的爆炸 大招效果连续向上中下三个方向 一共发射三枚巨大的砖头 威力更加巨大 专门大招 减速效果更强 爆炸伤害更高 且爆炸后带有两秒眩晕 目前来说 获取的渠道就是 毕竟第二张兑换了 毕竟宝藏和心愿都还没开启 突击竹兵这植物 从对比来看 应该是COPY椅子的 PV3中的竹子射手 突击竹兵能够穿过僵尸 那咱们测试下 能够穿过墓碑吗 是可以穿过的 一阶时候只能打到第三个墓碑 五阶的话 能穿过五个墓碑 直接打到第六个墓碑 爆炸的时候 说转头穿越僵尸障碍物 攻击力会翻倍 咱们来测试一下 看完这个结果 我只想说 就这 来看看人家龙是男的 这样的测试 伤害不算直观 咱们来试试 一阶突击竹兵多少个大招 能够干掉一阶巨人僵尸 实测是五个即可 如果前面有一个防击僵尸 那么能否更少大招干掉呢 基本上看不出差别 植物总结 这是一株不那么突出的植物 整个测评做下来 我觉得基本没任何亮眼的地方 关键它又是金卡 吹嘘的特殊点 防具伤害翻倍 感觉也就那样 五阶并没有值得提升 所以这植物是 白嫖当个收藏 课金分文别动 万无即可测评 我是小萨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